520即將就要到來 賴清德就要就任了 那麼現在是不是都是賴清德 說了算就好呢 好 我們看到內閣成員 昨天在這個終於最後的一波了 國安外交的部分是公布了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謹慎 有多謹慎呢 因為就被問到 有關說未來兩岸的關係 要怎麼來處理 好 新任的這個鄭文燦呢 他怎麼做呢 他直接乾脆就拿出手機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畫面 我先引述賴總統的當選的感言 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擔任總統的重要使命 他將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不卑不亢維持現狀 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唯獨 對話取代對抗 自信的和中國展開交流合作 包括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以及賴總統所提出的 民主和平的四大支柱 這個都是我們處理 兩岸交流的前提 好 可以看到鄭文燦了 我剛剛直接拿出手機 這樣一個字一個字的照念 是不是要謹遵黨與路 還是賴與路呢 不管如何 現在新政府的人士已經底定了 可以說所謂的新系賴系 成了最大的贏家 我們就盤點一下 目前公布的34位的 內閣成員當中 新潮流的就有18位 當然賴慶德本來還說 他要退流 以示他是中立 可是現在看起來還是新潮流 才是最大贏家 那昨天新任的 這個準外交部長林佳蓉 他就說 他也有向賴慶德請示 未來外交的路線 是要走沉著穩健 令人信賴的 好 那當然 這其實有講跟沒講一樣 因為當然就是要造勁不穩定 不然難道是要走 不令人信賴的嗎 可是現在 是不是也所謂的 這個敗選者聯盟又要來了呢 因為我們看到選書的 這個張料萬間 黃世傑 都傳出要入閣了 要來擔任政次 這兩個人從台教 我準備要變做教的 另外是賴慶德首任的 侍衛長也曝光了 也是他的算是親信 跟他關係非常好的 是這一位叫做唐俱耀 因為他是個台南人 說過去在賴慶德 擔任市長的時候 我跟他互動 就相當的良好 好 賴慶德其實在準備就任 現在大家就來說 我之前賴慶德不是說 歡迎大家來檢驗他嗎 可是呢 被要求說要到立院來國情報告 賴慶德當時4月26號的時候 他就說 核憲合法的話 他就會欣然赴會 只要立法院提出邀請的話 可是呢 現在說到底要怎麼樣來進行呢 都還瞧不攏 尤其是呢 到底是要一問一答 統問統答還是什麼樣的方式 那目前呢 民進黨的部分呢 立委吳思堯就說 民進黨立場就是依照憲法做規範 那當然是否要對核憲性來擴大解釋 他說叫在野黨你自治一點 目前是收到賴慶德回應 那後續就按照憲法的機制來安排 不是說好的要直求對決民意嗎 因為其實過去賴慶德在參選的時候 只有提到說不管什麼樣的形勢 他也都會願意到立法院 來做相關的報告 難道是怕被問到出囚嗎 尤其最近呢 尤其在民生議題上 大家都非常有感的電費 要漲的之外呢 還出現呢 很多地方突然就會出現停電 像是連賴慶德自己大本營的台南 在25號的上午呢 都發生了有將近5000戶大停電的事件 而且這停電的地點 是在市立殯儀館 四大禮廳全部都停擺了 直到一個小時後才恢復電力 那有很多人在辦這個相關的喪事 是按照時程的 可是他們好尷尬 因為有20場的告別式 因此就受到了影響 還有這個有去參加的警員 就提到說 告別式當下是一共就跳電兩次 一次是正在家紀的時候 另外一次是人家在播 這個回憶錄的影片的時候 都讓人家覺得超級傻眼的 那台南市民政局呢 就說這個停電是台電造成的 好 那我們就想問問啦 那不是說好說電力無餘嗎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過去呢 還曾經就是說 我們要用三大面向 來強勸我們的電網 包含說在10年呢 要5645也名指名高 目前執行的已經是3700多億了 怎麼還是陸續出現 這樣跳電的情形呢 果然在PTE上 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就說5000億耶 都能夠蓋核武了 結果呢 我們現在呢 整天還是會發生停電 這任性是任什麼 那3000億的核四放著不用 竟然還要再花5億 這個數字啊 根本就是在禍害台灣嗎 那好 那大家就說 經濟部長王美華 是不是該有所這個解釋啊 或是負責啊 可是人家王美華 準備要去發展事業第二圈了 因為呢 傳出喔 他點頭要擔任這個台心金喔 那說這個是部長級的讀懂啊 薪資非常驚人喔 因為呢 像是我們根據 中華讀懂協會的調查 台積電的呢 就有1320萬 台心金的讀懂 差距大概是落在 1500到3000萬元左右 也就是說呢 王美華如果去當這個讀懂的話 他可能至少就拿到 1500萬的薪資 先請教姚敏哥 怎麼看說 剛剛大家都在笑說 鄭文燦拿出手機 好像在唸小潮一樣 鄭文燦市長他過去 是以這個所謂的記憶力 非常好 然後在政壇裡面 小豬哥 對 可以說是 所以人家講胖周瑜 等等的這項稱號 他拿出稿子 拿出手機 這樣念稿這種舉動 表示他對兩岸的議題 也很謹慎 畢竟海基會董事長 這個位置 我倒是真的 我跑新聞以來 還有第一次看到 內閣團隊宣布裡面的名單 會有海基會董事長的 過去不會 過去通常都是 等到這個內閣都就定位 再告訴大家說 海基會董事長是誰 所以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這一次的海基會 特別受到重視 所以他也要報答 賴清德對他的知慾之恩 然後告訴賴清德總統 我會遵照你的當選敢言 遵照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你的四大支柱 未來我們繼續經營兩岸的關係 重點在於 什麼時候海基會 有機會去做兩岸關係 要政府點頭 那問題是 我們兩岸現在要怎麼對話 我覺得這才是鄭文燦 該好好思考一下 是賴清德要啟動 還是對岸要釋出善意 還是你總要 你說不設政治前提 你不要九二共識 那你總要有一個 一個線頭 能夠讓大家 能夠把這個禮物拆開來 所以我覺得 這些等到賴清德上任之後 每個 我跟你講嘴巴都會講 什麼信賴的 什麼 信賴的 這個令人信賴的團隊 什麼的 信不信賴 等到上任之後 才會看得出有沒有真本事 那至於張廖萬堅 他如果他真的要去做 教育部的政務次長 唯一有資格評論的 叫管宗敏校長 當初是張廖萬堅 在教育委員會卡管 而且他開了記者會說 管宗敏校長論文抄襲 是他指控的 最後台大說沒有這回事 最後台大也做了 這個相關的學術審議 大學的吉陽這本書裡面 管宗敏校長 是用很嚴厲的口吻 譴責張廖萬堅是 不夠格的教育立委 不夠格的教育委員 但是可以擔任 夠格的教育部政務次長 我只想要聽 管宗敏校長怎麼說 其他的部分 我特別想要講的是 王美花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王美花的部分 很多人說 你看他去金控公司 很好 好棒 還沒有卸任就已經找到工作了 很多人說 為什麼 奇怪 不是有什麼公務員 不是有什麼旋轉門 條款嗎 原來金控公司 因為他的主管 是金管會或財政部 所以 經濟部沒關係 經濟部沒有關係 好 但是 我今天找到一個問題了 因為王美花在5月20號之後 他除了是這個所謂的 未來可能是這個所謂的 台心經讀懂之外 他還有一個身分 他是顧力雄國防部長的配偶 國防部在2017年 大家知道 我們當兵的都很清楚 當過兵都知道 以前阿兵哥 那個薪資 你的月薪 都只能匯到郵局的戶頭 或是公股的航庫 在2017年第一次 就是國防部跟台心銀行 簽了一個合約 就是說未來國軍 或是相關的這些 比如說志願役等等的 他可以選擇 用民間銀行的戶頭 來做薪資轉帳 還包括台心銀行 還提供了相關貸款的一些服務 就是所謂的軍人的 所謂的優惠利率等等的 跟國防部是有業務往來的 是簽了合約 當時國防部發言人 還貼在臉書 還發新聞稿 現在國防部跟台心銀行 是有業務往來的狀況下 王美花適合去擔任 她的獨立董事嗎 她是部長夫人 要嘛是王美花不要當獨董 要嘛是顧立雄不要當部長 要嘛是台心不要這個業務 三選一請選擇 對 是個當然 王美花可能要考慮一下 這選擇她怎麼選 來 宇軒怎麼看說賴清德 她現在到立法院這件事情 她說只要報告嗎 這樣就夠了嗎 當然因為她現在到底 她一直在講合乎憲法 合乎憲法 所以各位很奇怪 因為明天講過去 我們講國慶的時候 往往連中華民國四個字 都不太喜歡寫 要她提就很痛苦 但成幾何時 他們又變成擁抱憲法 因為這其實有道理的 因為你要看憲法的詮釋權 跟憲法的主導權 現在在誰手上 竟然14個大法官 都是由蔡英文人名 在民進黨手上 所以到底這個憲法 叫做中華民國 還是叫台灣國 就不知道 因為詮釋詮是由他們來詮釋的 所以有興趣可以調查 這些大法官他們的 統獨意識形態 跟立場 大部分其實都是偏讀的 所以到底這個憲法 是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其實我是打上一個問號 不過回過頭來 我覺得賴清德的內閣 有點意思是在這邊 因為第一個 他現在分為三個層次 一個層次就是說賴友友 這個賴友友以鄭明謙 這些相關一些台南幫的人為首 這些人很顯然的 不管是把法律 或者是把主祭處抓在手裡 就是要搞事情的 他自己要拿來自己做事情的 所以換言之卓榮太子是一個殼而已 真正在背後操刀的人是賴清德 但第二個層次 你要講到說派系上的均衡 派系上的均衡就有意思了 其中以個大宗為主 都大概在新潮流 新潮流你去看看 除了說我們講的郭志輝之外 其他的比如說副手 或者說一些部會 工程會 我們講到曾經的 跟前有關的新潮流都通知 昨天我跟施政鋒老師在聊到 我們最有趣的是什麼 是國防外交的人選 因為國防外交的人選 很大部分的一個大宗 蔡仁馬 蔡仁馬 換言之這一部分是誰決定的 不是賴清德決定的 你說蔡英文決定的嗎 我覺得比較像老美在決定的 就老美認同這個人 點頭這個人才會繼續有 但這時候回過頭來 當鄭文燦任命在海積會的時候 其實跟一個人形成強烈的對比 這個人叫做管碧玲 因為你今天把管碧玲在海委會留任 做了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基本就來吵架了 所以你看管碧玲一宣布消息之後 馬上對岸大陸就發一堆東西 在開始噼啪的罵一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明知道他是現在 在驚嚇衝突過去那件事情 現在兩尊都還躺在那邊 都還沒回去 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你偏偏把它留任 所以你在這個兩岸關係上 基本上這個定調就已經好不起來 即便說不對 賴清德前幾天 還有說觀光客要交流 要互動等等的 但是我坦白講 所以已經證明了 鄭文燦這個位置只是一個虛位 而他為什麼要這樣任命 我直接給各位答案 最後一點 林佳龍當外交部長 要給正國會交代 而新潮流的大阿葛 北流的鄭文燦放在這邊給個交代 所以對他來講 真正最重要的是這邊而已 代表著這兩個人 都已經臣服於賴清德 來 委員怎麼看說王美花 現在準備可能要有新任第二成了 我覺得王美花的運氣很好 這個經濟部部長 他這個所有的能源政策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光電出現的弊案 他不用負責 這個檢調起訴 都是下面的小咖這樣子 然後電力不足 剛剛講到這個商家 這個商家儀式要莊嚴 人家撥回憶錄到一半的時候 停頓了 沒有了 畫面消失了 讓那個儀式整個不順利 不完整 你知道對於這個商家來講 那個感覺會有多差嗎 這個他有需要道歉嗎 不用 這個整個經濟部議政嚴止 還痛批說 這個你們所有用電的 玩手機的 這個要珍惜 所以他這一些能源政策 不用負責 我們現在缺電 電漲價 他也不用負責 但是好了 他現在卸任之後 有一個更好的去處 年薪千萬 我相信很多的小上班族 一個月三萬多塊 聽了都覺得 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是人家王美花就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給大家 整個民眾的觀感 坦白講是不好的 就是說如果你一個政務官 你在任內很有攻擊 做得很好 然後你之後 還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大家當然會祝福 但是偏偏在你任內 其實他在民眾票選裡面 經濟部部長表現是最差的 民運也是很高的 但是他可以離開這個職務之後 民間還有人挖腳 他用這麼高的一個高薪 剛剛楊明講到的 如果將來他所涉及的業務 跟他先生 就是顧力雄 國防部的業務 是有所利益衝突的話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會睜大眼睛在看 那回過頭 剛剛講到鄭文燦 我真的很訝異 其實之前我有一些場合 跟鄭文燦同台 他是一個不用看稿的人 然後他主持行政院會的時候 他也不用看稿 但昨天他那一幕看稿 今天早上我們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很多人都議論紛紛 鄭文燦好謹慎 對 什麼時候輪到要拿著手機看稿了 那果真我覺得鄭文燦 我只能說他能屈能伸 形勢比人強 因為原本他是行政院院長 坦白講是一個 在綠營裡面算是一個強的人選 但結果他淪落到 每一個部長都沒有他 然後就兵到一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但是他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竟然還對賴清德必恭必敬 就是非常的遵從他 還把他的語錄拿出來唸了 我覺得只能說 鄭文燦的身段柔軟 不是一般人 鄭文燦可不可以很羨慕王美華 休息一下 我上回來